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怎麼知道一個小孩聰不聰明呢? 以我自己照小孩的經驗 我有幾個觀察的 第一就是看他講一些謊話不聰明 其實那個小孩開始懂得說謊話 就是懂得作故事 懂得智慧發展的一個理程碑 最低級的故事就是純粹否認 哦 是不是你做的? 不是 通常這些是很早的壞領 然後再遲些就是懂得去編造理由 就是開始製造不在場證據這些東西 要不就抵賴了 就賴第二個了 你隨著他那個編那個大話複雜的程度 你其實看到那個小孩的智慧去到什麼程度 當然啦 這個是人有語言上、行為上的表現 你就可以觀察到 如果你說有人就會用一些 有沒有一些簡單的方法? 就是對於一些都未懂得跟你用語言溝通的小孩 一些這樣的方法 就是可以跳開語言 純粹用一些更簡單的實驗來去試到一個生物 或者一個人仔 他有沒有智慧呢? 其中有一種就是 他懂不懂得克制自己的慾望 那就是其中另外一個指標 那他譬如懂不懂得去隱藏 控制住自己的感受一會兒 就不要爆出來 或者控制住自己的慾望 就有些東西延遲自己的滿足 能不能夠做到這件事 如果能夠做到 我們也會認為是一個智慧的體驗 好 那麼剛才你說這是作為一個 非常有科學頭腦的家長的建議 那大問題就是那個小孩如果說大話 你踢不踢爆他就好呢? 我就踢爆的 就是這樣說 首先不踢爆你就知道 就在這裡獎勵他了 他會升級的嘛 會升級的嘛 是不是? 是啦 是啦 你怎樣都要踢爆他 但是踢爆之後你給什麼後果去 那些就... 當然是讚他啦 因為你真厲害 這樣說吧 就看情況 看後果 你不可以永遠 踢爆完之後就讚他 其實都是在鼓勵他嘛 是不是? 那... 就是... 小孩講大話 這個就雖然跟一會兒講的新聞無關 小孩講大話我就覺得一定要踢爆的 OK? 但是講大話呢 就不一定一定踢爆的 因為會有其它效果 OK? 我們講回第二個問題 就是這個在心理學上有一個很著名的 我們以前也讀過的就是 Marshmallow Test 那是怎樣呢?就是 小孩我們一般來說都喜歡吃棉花糖的嘛 那你會給... 任何甜的東西啦 是啊 任何甜的東西啦 那就是給他一些棉花糖 比如說你現在不吃的話 你遲些會多吃四顆 你就是這樣的 如果你現在吃就吃兩顆 但是如果你現在等一會兒 我們做一下功課先 跟著有四顆 是不是? 那跟我們講的說 那些小孩呢 那家長就說 那你喜歡吃雪糕嘛 那你考完試呢 如果考完試考得好呢 就給你多幾杯雪糕吃啦 那一般的小孩 以你觀察是會怎樣的呢? 那不是不給你吃喔 不是不給你吃喔 你可以現在吃一杯 不過如果你考完試之後呢 考得好呢 可以吃四杯 那這些小孩通常會有什麼反應呢? 其實都很實際的觀察 其實你很看要等多久的 你如果等得過一小陣呢 其實很多時候 通常小孩都會計算的 心裡有數 哎呀好吧 等啦 等就等啦 而的確如果連這樣 連短短時間 十多秒都不肯等那些呢 都真的有些問題的 其實在那個兒童心理學 這裏是有研究去追蹤的了 就是說追蹤花在很小時候 就做過棉花糖測試的小孩 就是看到基本上 如果願意去接受等待的話 而且那個等待就不是以秒計的 都是以分鐘計的話 甚至是半小時這樣計的話呢 那它有75%呢 就是大過了之後 從追蹤研究去看那個成就是大一些的 就是能力是高一些的 所以這裏就有一個背後的研究是中間 那這裏就引伸到就是說 其實這些這樣的棉花糖 講內力測試啊 其實都是一種呢 去試一種動物 它的智慧高不高的其中一種手段 你可以將它改一些 就可以拿來試一下其他的生物都可以的 甚至我們那時候讀的更加嚴重的 它不只說那個IQ 是你能否控制到自己 是 是 它會說如果你大過都是這樣 很多人會犯法 那我就覺得這樣的 家長就不要聽完這句話 就說口騰雞了 自己的子女真的是事了 就是首先 因為還有後天的教育 你可以訓練它 還有這樣的 還有一個小孩什麼時候開竅 很多時候等於你什麼時候會說話 是有基因那裏的 就是你現在這一刻還沒得 你原來遲些都試了可以 那就是他的腦部發展得到 就是有些小孩早些會走 有些小孩早些會說話 有些小孩可能早些會控制自己 遲些思思控制自己的慾望 是正常的 好 那我們有沒有科學家 試過把同樣的測試放在動物上呢? 其實非常多的 你無論是貓、貓、狗、狗 尤其是狗 還有去試和人類比較接近的 試猴子 這些都是會暴雨裡的動物 我們都認定它是智慧比較複雜些 甚至乎有些你都知道它會懂得 了解人的語氣表情 了解人的情緒的動物 我們知道它是腦比較複雜 應該是智慧比較高 於是我們都讓它去試這個 這個marshmallow test 的確是通過的 我想有些都不要說marshmallow test 有朋友我想如果你養狗 就是喜歡去養狗去訓練這隻狗的話 你都很清楚就是說 就是有時候不一定是說你給他獎勵 他不聽說你給他懲罰 都是另外一種的訓練 很多朋友都懂得怎樣去調教自己的寵物 不聽話 不可以越過這條界 那些東西不說可以吃 就不可以 放在面前 還沒說可以吃都不可以去吃 那這些其實是有得去練的 練的時候都是用到 就是carot and stick 的了 就是掌罰分明 來慢慢意識到這個問題 就是這個行為主義的conditioning 是的 是的 同樣 於是這些動物能夠接受到這種行為訓練的時候 其實你都很容易想像到 它一樣可以通過marshmallow test 就是它都知道那些相報是多還是少 它們會懂得分 那對於 譬如 就是 狗來說 哦 你給一些漂亮一點的料 就算是貓糧狗糧 你都知道的 有些狗特別 會特別喜歡吃這些東西 你不喜歡吃狗餅 你喜歡吃一些特別好的東西 那它會懂得有口味傾向好和不好的 是吧 貓也是這樣的 於是你可以透過這一種 尤其是狗 就是你要去延遲 就是通常實驗設計都是這樣的 你給它選 OK 有一個就是 有一道門你走過了就看到有一堆狗餅在那裡 OK 但是你走過那道門你選了狗餅的話 隔壁那樣好東西就會消失了 但是呢 到下次你給它再試的時候 就是這樣 另外通去好的東西吃那道門 就通常要等的 但是通往那個 沒有那麼好吃的那堆狗餅那道門 就是你一去到就即開的 那你發覺久而久之 當它每次都看到 隔壁那一碟東西 為什麼我整天都吃不到呢 我每次來到只選了狗餅 就是我隔壁那裡的東西 就吃不到就拿走了 好不可以試一下 不要馬上做選擇呢 好不可以等一會呢 結果等一會的時候 果然 那個通往好一些 就是美食的那道門就開了 於是他經歷了這樣的經驗 你發覺不停地重複 你就發覺他有個能力 就知道就是懂得去等待 就算你沒有那道門 你真的就算給狗餅去 他看著你還拿著更好的食物 他就願意等 於是你發覺經歷過這樣的實驗設計 其實你就可以試到 原來是對於猴子也是 對於狗 其實甚至很多比較複雜的 哺乳類動物 基本上它都能夠展現到這個能力的 而且它有記憶 有時候的等待 是可以去到 以小時去計算都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這件事情 我們不是太驚訝的 就是對於一些我們很了解的動物 它這麼善解人意 它明白到有些東西要等待 能夠獲得更好的結果 它能夠通過這個Masmeral Test 一點都不驚訝 問題就是我們能不能夠挑戰 就是說我們去到一些很意想不到的動物 它都竟然能夠通過這個Masmeral Test 那麼究竟那個限制去到哪裡呢? 那麼這裡你甚至乎可以聯想到就是說 那些動物本身 它的腦子是可以複雜到一個什麼的程度呢? 你以為它是一些很簡單的動物 但是原來它可能的心思 一些都不簡單的 那麼究竟是什麼動物 能夠展現到這些這樣的高智慧現象呢? 我們試一試用一個我們都會吃的動物 就是不吃的那些就通常聰明一些 蠢的我們就吃多些了 舉個例子 比如魷魚 魷魚是聰不聰明的? 這個這麼說 我就不同意你說 就是聰明的就一定不會吃的 就是其實說真的 某些地方的人都吃狗的 是不是? 某些地方的人都吃猴子的 是不是? 就是其實通常吃不吃就是 通常吃不吃就是有些生吃 是不是? 就是有些人吃不吃純粹覺得好不好吃 就是理得你高不高智慧 是不是? 就是你說如果說有靈性 有靈性有智慧的 你其實想不到你孔雀那些 其實可以是很有靈性的 就是它知道被人劏著的 就是會 那牛也可以是 但是如果你說潮漁另外一些 你以為它好像沒有什麼智慧 但是其實它的智慧高到你不相信 那些是什麼呢? 我先不要說牛魚先 八爪魚已經是 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八爪魚會認主人拿東西吃的 不知道有沒有朋友是會養八爪魚的 就算走去那個金魚街那裡 你可以買到八爪魚當草物養的 是不是? 那曾幾何時兩屆世界盃之前 那隻不停幫你猜哪一隊贏的那隻八爪魚 是不是? 那其實八爪魚就是它能夠認得人 它知道那個主人回來 懂得爬上來跟你揮手要問你拿東西吃 就是其實那個智慧不低的 那其實就是引伸到就是說 會不會不止八爪魚 八爪魚就是我們在生物學上面 歸類了一種那些很軟體的叫做頭竹動物 就是說它只有頭和一腳 那其實另外你看到那些魷魚、麥魚 都是這樣的動物來的 它的形態有一點點不同 就是說如果你說那些八爪魚、麥魚 就是講一句不好聽 對於廣東人來說 都是照樣曬海味來煲湯的 都是這些可以變成海味乾貨的東西來的 但是其實它會不會它的智慧都是高到一個地步 能夠通過這個Masmero測試呢? 那其實剛剛這個星期 有一個有趣的新聞報導 就是說其實可以的 就是連麥魚都有能力去通過這個Masmero測試 就是說它懂得去記住那個獎勵 然後懂得去做適當的忍耐和等待 來去期待一個更加好的食物放在它面前 是啊 這個延遲去滿足自己的網 是一個很重要的智慧的表現 是 但是當然了 這些頭竹動物我們就不是給棉花糖去吃 是給另外一些東西去 就是這種動物認為更加好吃的東西 我想一下 對於貓來說 你除了給貓普通的乾糧給它 你如果真的給一塊魷魚 它也是非常喜歡的 他們覺得很香的 對於老鼠來說 你將那些花生炒香 和蘋果碎切粒 也是很印老鼠的 特別覺得好吃的 我們以前捉老鼠是怎樣的? 燒魷魚 會啊 都會 很香 很香 哇 那就香到 人都自己先吃了 我自己想吃的 不是什麼老鼠吃的 是啊 但是你為了延遲 可以希望得到 可以捕獲老鼠 令到少了一些麻煩的東西 所以你就忍不吃了 是不是 這就是人類智慧的 不是的 我可以吃完之後 我再自己找回來燒來吃都可以的 好了 這個魷魚是怎樣做法的 這個測試 其實這個道理和剛才講的 九個例子是差不多的 它一樣 它首先認得到 就是魷魚本身 它喜歡吃什麼 你如果給它普通的蟹肉 它都會吃 它都一般地這樣吃 但是呢 如果你是給它新鮮貨 你直接給它一隻蝦仔 它放在那裡 它會懂得自己捉蝦仔來吃 就是它都會懂得 這些東西已經是死了的東西 不是新鮮的東西 沒有那麼好吃的 有新鮮當然是吃新鮮的 那些魷魚是懂的 然後實驗一樣是這樣做的 又是在崗裡面 分幾道門 在這道門上面還畫了符號 有些 可以順便看它的認知符號的能力 就是有個符號本身 就意味著這道門 是會早些開和遲些開的了 有道門就永遠不開 就用來做control的 有道門就上面畫了一個符號 就是會早些開 有一道門就是要等遲些才開 等那個遲的時間 就不會說是等太長的 就算你給小孩子試 都是講十幾分鐘這樣 那如果對於這些簡單一點的生物 通常就給那個時間短一點 他就說這次試到是去到兩分鐘 其實都是50秒至130秒 就是說由不夠一分鐘 到剛剛超過兩分鐘一點 道理一樣 有一道門就是吃普通的蟹肉 不新鮮的 就即開了 但是當他去選擇那個蟹肉的時候 在另外那道門旁邊 他會看到那些新鮮的蝦仔 就會馬上拿走的 就沒得吃的了 就是說一旦你選擇了蟹 不新鮮的蟹肉 就沒有新鮮蝦吃 OK 但是如果你肯等 肯選第二個符號那道門 而那道門是要等 大約是分幾兩分鐘才開 你肯等的話 它就會自動打開 接著它就可以吃新鮮蝦仔 這樣 那最後的結果呢 就是 當然就一如我們剛才所說的 就是由於是能夠去記住 哪些是一些更加好的結果 它願意是等分幾兩分鐘 來去選擇好一點的食物 那這樣是我們現在在那個實驗裡觀察得到 那就是 挺有趣的 實驗本身就很簡單的 但是就出來的結果很微妙 就是說我們知道原來這一種去延遲自己滿足 去換一個更加好的結果 這種這樣的思維呢 原來是一些我們認為 那個生物結構比較簡單的生物 它一樣能夠表現得到 那就是說這些這樣的 連這些頭竹動物 魷魚都是有 那其實你說如果不是在海洋 在陸地上的 你簡直說到是在那些雀鳥啊 暴雨類動物啊 那些一樣都會有這些機制的 那現在只不過我們將那個範圍 再去擴展一些 是發覺原來更加多的生物都可以 觀察現象 好,我們最後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嗯 神秘的東西第一節 那麼2022神秘的東西 跟大家見面了 那麼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嗯? 話說呢 在幾個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 那整機人都會死的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是說 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 紀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東西都有提過的 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東西 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真的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這裡看的 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這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在扮我們在這裡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那麼有機會 那些人就會去追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追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阿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是正正就是我想說的話 其實呢 就有人假裝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的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的 好了 今天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東西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幾圖 對不起